大家好,我是亚欣 上一期我们聊了随挂 通过随挂我们知道了 全清天下,朝不济 公改一代主不宜的智慧 那么这也就是当代经济学里面 傍大款的思维 如果说我们想要傍大款 那么首先你要有一双慧眼 你要能够先去识别谁是大款 如果说我们只是蒙昧无知不求上级 那么我想即使说大款就站在了你的面前 可能你也发现不了 那么当我们找到大款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跟着它相得一张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的利益了 那么为了能够不被大款怀疑 并且不被抛弃 我们还要做事 我们还要低调的做事 不要功高盖主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跟随他们越走越远 那么今天呢我想来继续往下说 我们要分享的是六十四卦当中的古卦 我们都知道 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我们有五十六个少数民族 那么在这五十六个民族当中呢 有一个很特殊的民族叫做苗族 在苗族当地呢 盛行一种很邪恶的这个邪术吧 就是叫做古术整古 我们一看这个卦名 我们应该就能够联想到 这个卦应该是很麻烦的 古卦的下卦为迅为风 代表我们人体的部位呢 是鼓就是屁股 而上卦呢为跟为山 人体的部位呢是手 那么整个卦象呢就是 山下起风之向 山风吹打着高山尘土飞扬 而恰好呢这个山的高大也会阻挡风的方向 后果 不堪设想 我们再来看从这个人体的部位上来解读 那么屁股上有什么呢 屁股上有手 什么意思 有一句话很形象 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说你一摸老虎的屁股 那么你就要出大事了 因为老虎会发威 老虎会伤人 如果是换做人的屁股呢 那我想你更是摸不得的 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 所以说整个古卦 其实呢就是在揭示 除臂治乱的道理 我们怎么做 我们才能够去规避古卦 所带给我们的麻烦 趋吉避凶呢 我们都知道风 风呢是怎么形成的呢 风呢是空气流动 所形成的一种 很自然的现象 古人呢 他们会通过这个 透过自然现象呢 去看人 在这里呢是指传承 是指传递的意思 类似于说这个 单位的前任吧 上一把手 他下任了 然后传到了你这个 刚刚上任的 这个新的一把手身上 所以说寓意为 继任的人 要对前任的工作 予以充分的肯定 并且你还要能够 不计前嫌 不计较 前者工作当中 所犯的一个错误 以一个理解和一个包容 以一个宽容的态度 换做了是自己 可能也会出这样的错误 所以说呢 我们就包容一下 那我们不但要去充分 肯定前者的业绩 你还要去完善他 所留下的这些不足和失误 让前任呢 不能够丢面子 继任者呢 还能够有所承接 去继续做事情 这样呢 我想就可以化解 古挂的不利因素了 其实我想很多 启事业单位的领导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新官上任三把火 这个上任之前 会把前任的这个成绩 说的一文不值 好像只有自己 才是全天下最正确 最厉害的领导 而且他们还会不断的 去贬低前任 然后呢 推崇自己 当然 他们的出发点 有可能是好的 他们有可能是想一上任的 就解决好这个烂摊子 去展示自己 所以说 他们不断的去推崇 自己的领导能力 我们先不去评价 这样做是对还是错 但是很多现实的例子就是 到头来 后记者 最终呢 他们也只是 灰溜溜的走了 并没有做出任何 超越前任的功绩 掉进了古卦的泥潭当中 无法自拔 那么首先我想 后记者 他忘记了自己 是初来乍到 在不了解内情的前提下 他就豁然出手 或者说就贸然行动 其实这是很愚蠢的 那我们再回到卦象当中看 我们看下挂三个窑中 阳气很足 很刚猛 那么很刚猛呢 难免就会 情绪比较激动 比较高涨 满腔热血 一腔冲动 那其实我想说的是 其实越是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越是要告诉自己 我们要冷静 我们要沉着 我们不能刚毙自拥 那么很可能 其实你会在治理 弊端的过程当中 出现鲁莽形式 举措不当 这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前途 所以说 初来乍到的 其实我们更应该 谨慎思考 将可能性 还有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想清楚 然后再去做决定 这样呢 我们行动 我们做事情 才会更加的稳妥 古挂的上挂呢 是更 更其实呢 也有停止的意思 也就是说 其实 风遇到山就停了 很形象 那么这里面 他又在讲一个什么道理呢 我们想啊 当我们肯定了 我们前任的功德之后 就会有承接 那么承接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来了 这就是既往开来的道理 上挂 两个阴谣 一个阳谣 代表着阴圣阳衰 那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 创业容易 守业难的道理 刚开始 事情很高涨 阳气充足 有了大干事业的魄力 但是到了上挂阶段呢 就要停止了 也就是说 我们该收一收了 不可以像刚开始那样 我们不能止高气昂 我们应当稍作缓和 你要温和待人 这样呢 你才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还有帮助 而你自身过于刚猛呢 弊端当然也会有所缓和 即使呢 你会出错 也肯定不会出现那种 大错或者说特错 也就是说 阴气要占主导 阳气要收一收 然后呢 以自己的阴柔去克阳 只要持之以恒 事态一定会向好的方向去发展 而事业发展呢 可能就会有所成就了 我们要不断地去积累 去积聚德行 以德福人 时时刻刻不要忘记 保全你前任的声誉 这一点很重要 你要知道的是 前任造就了你的辉煌 所以说 你要将自己的功绩啊 加到前任的身上 这样呢 你不但维护了前任的声誉 更重要的是 你还增加了自己的声誉 我想呢 自然就会逢凶化吉了 那么我们再继续说 我们说上卦到了最后 是一个阳瑶 难道告诉我们 这是该阳刚的时候 来了吗 其实非也 经过了我们自身的这个治理 古卦其实基本已经得到了化解 而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退出了 为什么说要退出呢 前面你在不断地高举前任的功德 虽然你自己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与信任 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 但是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该让闲了 而不是继续把权 如果说此时 你还不想走 那么我想 肯定 别人又会开始流言蜚语了 说你坐享其成啊 享受着前任带来的这个种种的福利啊 所以说此时此刻 明智之举呢 便是归隐了 等待时机再付出 只有你归隐了 你的下属才会发现你的重要性 这样呢 他才会自己恍然大悟 因此 你不要怕你付出不了 当你归隐之时 不久将要付出 而当你再次付出的时候 那可能就真的是飞龙在天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下一期视频当中 我们要继续分享的是 六十四卦当中 灵卦的人生哲学 下期再见